一个问题是很多关心和爱好宗教史的人都常问的 就是为什么有的宗教是一神志 有的宗教是多神志 原因形成是这样的 如果通过武力传教为手段的宗教 它往往是一神志 因为你不服我就消灭你嘛 你必须信我的宗教 通过文化传播的宗教 必然是多神志的 因为当这个宗教流到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地区的时候 它一定会吸收当地的色彩 而佛教的布派时期在这点上就非常的明显 佛教和所有的世界宗教都不同 它的传教过程是从来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的 它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和平 佛教它给人揭示了生活的种种痛苦 并提出了解脱痛苦的方案 在它的教理里 反复的阐述苦 是为了说明解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非常容易打动人们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 因为大部分人的生活还是不能事实顺心的 他提出了恶有恶报 这种报应说 非常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 因为老百姓就不作恶了嘛 但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老百姓觉得统治者就不作恶了嘛 于是站在双方的角度 都拥护这个学说 同时佛教有很大的包容性 吸收了各种义说 为了适应古代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条件 它的这种包容性 宽容性 以及佛教对人生本质苦难的关怀 以及强大的说理能力 是它最终走向世界的内在原因 印度佛教也是整个东方哲学的极大成者 在西方近代哲学里 每一个学说都可以在佛教哲学里找到对照 注意这里是对照 而不是影子 或者是说一两句话的相似 是整个的哲学思想体系完全的对照 在这方面 我们中国的哲学体系落后的实在太多了 在佛教 马上就要迎来它最灿烂的一夜之前 就是进入中国之前 我们最后一次谈佛经的问题 佛教 区别于其他宗教 它是没有根本经的 比如像基督教的圣经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它们都有根本经 但佛教是没有根本经的 佛教的所有经书都是佛灭后一百五十年 所有的信徒自己造的 依可信能代表释迦思想的就是几部阿罕 因为在佛陀入灭的这一百多年里 佛经的传授只有口传却没有文字 我们可以想象这中间存在的误差会有多大 并且一个有意思的宗教观察是这样的 比达宗教的创立者 在他们生前都没有留下文字 甚至明确的指出不要留下文字 这也包括后来中国新学的创始人王阳明 在他死前他焚烧了全部的手稿 作为宗教的创始者 为什么在生前都明确的指出 不要留下自己的述说和论证呢 这种想法很独特 也值得研究 我们谈一下佛经的集结 我们谈到佛经的集结的时候 经常会说一个词 备业集结 什么叫备业集结 就是把佛经用僧家罗文写在铜片上 或者是芭蕉叶子上 也有说是用巴黎语 现存的 有古梵文 巴黎语 僧家罗文 但是通过史实可以考证的是 释迦本人 他使用的是一种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之间流行的土话 我们都知道由家业主持的第一次集结是没有形成文字的 第一次集结的经与绿在五世纪由绝音和法护两位大师重新做过丁正 绿藏分为了三部分 诸事和副篇 什么是戒条 什么是戒条以外的事 和戒条的解释 而经藏是阿含 分作五类 分别是长中杂 增一小部 就是长阿含 中阿含 杂阿含 增一阿含和小部 韩经 本身并不属于一个独立的教派 他分属不同的学部 其中 属于大众部的是增一阿含 属于小城说一切有部的是中阿含和杂阿含 属于法藏部的是长阿含 由这四部经藏组成的汉文 就是我们汉文佛教常说的四阿含结构 与南传四阿含对应的是南传小部 但今天汉译中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谈佛经的问题 部派佛教在走向人间的过程里头 传教是最重要的 所以僧侣们不光要使他们的生活世俗化 并且要大量的去接纳在家的男女信徒入教 当时部派佛教的末期 印度南方的安达罗王朝 和在印度北方的贵双王朝 以各自为中心 他们的大乘思潮逐步成熟 就汇成了后来统称为大乘佛教的教派 后期我们讲到大乘教派之前 我们谈一下安达罗 这是一个在佛教史上非常有名的地方 就是印度的南方 安达罗是大乘中官派创始人龙树大师的故乡 他生于此死于此 他的佛学思想流传很广 影响很久 我们汉地有八宗的祖师都是龙树 所以龙树又称八宗共祖 分别是禅宗 维师宗 天台宗 华严宗 三论宗 成师宗 密宗和净土宗 印度本土 他又被称为第二世家 今天我们中国很多的庙里 都有一个匾额 写着龙树一教 这就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寺庙 在佛教史的这个时期 是称四日照世 四日分别就是龙树菩萨 马明菩萨 提婆菩萨和世亲勿助 这四位大师就是四日照世 大成他的根本认识 他重新定义的佛教 是什么呢 是人间的佛教 他的根本认识 就是佛教必须是人间的 必须是世间的 有情世间的 而不能是气世间的 佛教徒必须深入生活 佛教的规定绝不可以僵化 必须随着世事变化去传法 只有深入一切众生 度一切众生 这样才是根本上的遵从佛法 如果僵化持有佛教的信条 这才是背离佛法 所以无论是大乘早期的六度集经 还是本生经 都要求佛教徒积极的入世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记载 北部大乘经典论事中记载 信仰和践行一致的情况下 出家人是可以结为夫妇的 就是僧侣是可以结婚的 这种说法已经包含了大乘空宗的思想 佛教传入中国的起点是公元前二年 大乘世史臣传西汉博士 福徒经 但是该经的内容我们已经不详了 西汉有一官方显学叫称伟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主流学科是儒家 我们认为儒家是没有神学的 其实这是错了 儒家是有神学的 并且从秦汉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学官 秦伟就是中国官方的儒家神学 什么是秦呢 秦就是一种暗示吉凶的淫语 比如捕虽三户王秦必处 九十后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歌 比如圣人出黄和清 比如弥勒一只眼挑动黄和天下反 这在历史上都叫做秦 这是儒家神学的一种说法 就是预示着政治方向的吉凶的暗语 它流行于民歌 在汉朝早期 确立儒家为官学的董仲书 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论 所以秦伟就成为汉朝开始中国儒家的显学 而伟就是依托经书去解释这句话的 伟经 又是附会的书 秦直到今天仍然有 它发展成什么了 它就发展成今天的抽签 问卦 战谱 所以今天我们到庙里去求签 这就是从秦汉一直流传到 今天的中国神学 秦伟 当时的儒生 必须是既读五经 又赎秦伟 我们刚才提到 董仲书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之后 又提出了天人感应论 所以所有的儒生必须同时修习这两科 而制造秦伟就需要妖言和神话 佛教徒在汉朝 佛教和佛教徒在中国汉朝传入的时候 是被当作一种方式看待的 而佛经当时就被看作是秦伟的一种形态 其实这不光反映了当时中国内地对佛教这种异域文化的认知水平 也体现了佛教通过印度本土 在西域传播时 这不派佛教里吸收的大量的神话和巫术现实状态 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学问题是 除贵双王朝以外 佛教传入西域诸国的情况 今天已经很难了解 甚至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很难了解 我们上一讲讲到的康居悦知 这些国家的历史 我们只能从中国已有的历史减迪去反推这些国家 甚至去反推印度的历史 印度学者现在研究本国历史的时候 都要来研究中国的佛教发展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